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央视 国防军事弄了一个国防故事 国防故事做了一个演练 演练干嘛 他就是公道 公道很简单 就是叫公台 公台演练我们刚才讲 以前中国都这样宣扬国威 我的解放军非常厉害 这个所谓的台军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可是他这一次当然讲 他虽然最后也拿下来 可是他讲伤亡非常惨重 似乎现在中国也慢慢要放一个讯息 当然如果你要公台的话 你要付出代价 当然我觉得这在慢慢的在打狱方针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这是央视的这个国防军事频道 播出的国防故事这个 他播出了一集叫联合作战 那陆海争锋 那报道就是说 由中国的第72集团军 组成了一个联合旅 他们要进行一个登陆作战 那他把这一次呢 真的是模拟作战 他把它分成是 他们是红军 然后遇到蓝军互相的这个对抗 那就对抗的结果是说 他们说刚散案 这没多久的时候 就损失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阵亡 刚上来就三分之一没了 最后虽然是艰苦人拿下 但是还是他要说什么 要警惕说 共军不要有所谓 类似乌军入侵乌克兰时候的 傲慢自大的这个心态 好那我们先来讲 所以入乌克兰真的吓到中国了 对 没错 好那他们要说什么 他们之前一开始就说 那我们要怎么作战 他说我们要人过得去 然后军备人员要这个装得上 然后这个抵达三头要上得去 这变成是全世界公认的难题 好那访问完之后 就开始进行石壁的军演 那军演之后你看 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进行一个登陆作战的这个状况 晚上 对 然后开始发动这个攻击 然后在发动攻击之前 你看士兵都写好了遗书 因为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写 模拟写遗书 写完遗书之后开始作战 作战之后夜间侦察 然后夜间就被发现 然后就开始进行 两方的这个驳火的这个状况 甚至坦克车都上去了 好结果他们的模拟的这个状况 是这个样子 红军一登陆没多久之后 登陆没多久 结果你知道他们类似出现了这个 因为当地他们可能不熟悉地形 结果没想到坦克车都是类似 一个一个卡住 然后结果类似在乌冬战场上面 乌军整个团灭这个俄乌斯 坦克车这样一个状况 好 因为纵服于是就这个样子 结果你知道他们两栖作战的结果之后 结果没想到红军就判定说 你们这些人都阵亡 你们已经失败了 两栖登陆失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没多久 就阵亡了约莫三分之一左右的状况 结果后来你知道他们还出动什么 直升机 直升机又来了 他说我们一共出动了三批直升机 第一架直升机被击落 第二架纵服然后也被打落 第三架才能够成功的这个降落 所以就说其实降落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然后后来还是他们还是拼了命 最后还是占领了这个高地 占领了高地之后 还是出现了巨大损失 所以他们结果结论就是没有错 我们最后是逆转的大胜 逆转的胜利攻占了高地 但是损伤惨重 特别是空降兵在降落没多久就阵亡 坦克兵上岸没多久也遭到阵亡的状况 损失是相当相当之惨重 所以师兄你说这个是其实中国文宣的一个转变 以前觉得我大国扬威 我等于说一过去以后 对岸就是贪忽飘逸以银王施 没有哦 现在要付出代价的哦 当然他现在如果真的国内这个声量太大 他还要踩踩杀车 告诉你说至少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解放军可能也要面对这个现实 那美国当然是穿奔奔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进攻里面来说 他们这个设定是 他们已经有部分的这个舰队都能够越过台湾海峡 那美国现在是想办法就是不要让你越过台湾海峡 所以他们现在要部署一个叫反舰无人机 反舰无人机就是这个其实是类似是游荡飞弹这样的 这次在乌克兰也有使用过 他其实这个就是飞上去之后呢 他可以在空中盘旋一阵子的 类似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就像剃刀 对 就像这个弹簧刀这样的状况